這次的四慶陪跑對於乒乓家也是挺好 然後底下就有留言 說什麼 真鬧麻了 多站在資源不多的模型視角下想想吧 更別提草行酒的深淵使用力還是長期排行前茅的喔 你看只在龍王之下而已 這說明什麼 說明大部分玩家還是更偏向操作體驗 更加舒適簡單的陣容 好用就一直在用好吧 我要只會拿數值膨脹來說話 而幾乎忽視了草神的泛用性戰略價值和高下限的操作體驗呢 那些一直在拿數值來講草神的 要不要也想想曾被某些人奉為超越龍王數值的納塔大西 馬拉尼現在的處境怎麼掉到16%了 是都沒有看到網上不少玩家抽了5.0那兩位大西 結果後悔出來抱怨了嗎 一些人可別跟我說我怎麼拿深淵使用力來講話 這是連官方自己也下場拿深淵使用力說話的 這就是一個數據化的客觀事實好吧 雖然0命的草神在現今5.1版本的情況下 已經不是說多必抽的程度去了 但我想0命的草神 注意是0命喔 依舊是可以作為傾向推薦抽取的角色 我想這點並沒有什麼大問題 又不是說像希諾妮那樣必抽的程度去 更別忘記了 原神並不是只有馬斯科教這個深淵而已喔 還有需要大量角色的幻想增進巨士 以及大世界的體驗 而如果要講究深淵的話那也沒問題 請不要忽視草神破水盾雷盾的能力 更不用說這次草神配炮的事情 草行酒都在 萌新抽了就能直接組起來玩的好吧 看現在小草神的社區封名就覺得好魔幻喔 好像我跟他們打的不是那麼個深淵 有道理 草神沒有那麼不堪啦 現在不推薦的是草神的命座啊 應該就不用特別去補了啦 除非你是真的課長又超級珍愛黨 而且像珍愛黨都還要去補滿命的 這種珍愛黨就是尊重沒什麼好說的 但強度來講的話 靈命就可以啦真的靈命就可以了 他靈命能進的隊伍很多啊 他考揚他的泛用性 很多都沒有考揚他的泛用性 就很多人都說什麼現在納塔的時代了 不要再抽這些什麼八跨草神雷神在內啊 都是這些舊角色都不要抽了 當然有一些角色是真的不用抽啊 比如說不是要彭一才藝啊 但是客觀事實就是這樣 就比如說神裡靈人啊 哇那個拳房會變得王爆啦 還有胡桃啊 哇全方會被僕人爆啦 像這一類角色是真的 但凡有去搜尋有做卡池推薦的 他們基本上也不會推薦你抽 除非就珍愛黨啊 基本上講這機會就是蝶甲啦 但草神來講的話 主要是他目前他能進的隊伍還是有很多啊 比如說草醒酒 這是大家都知道不用講 那比如說雖然像很多人已經不看好八重了 那個什麼DPS 都已經輸給龍普了 這個我知道 但我意思是說草神他還是有很多隊伍可以進啊 尤其是很多新手玩家蒙新都有的客情啊 反正就是有關草反應的啊 除了燃燒以外啊 目前啊幾乎有草反應的幾乎都很歡迎草神 但燃燒也可以草神 只是說沒有特別的必要 反正就是草神他主要還是在泛用性 他很能錄很多的隊伍 然後另一方面就是大世界的體驗 就算是我好不好 我老玩家了我很多角色都有嘛 像是我最近最新的角色像西諾妮 金尼奇馬拉尼這三個我都有抽 然後我在找這三個角色的突破素材 的時候我也常常用草神出來 因為草神直接少一眼就直接帶走 所以草神啊在大世界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就基於這些很多的考量下去 其實草神我還是推薦抽啊 就至少抽個靈命哦 像是有一些比較極端的啊給各位看 像是我這次有誇 我整個社群啊 你不是有誇嗎 這次的士慶陪跑 對一拼嗎 這還是挺好 草新酒陣容都有 對然後底下呢就有留言 說什麼 要不要摸摸良心抽個靈命 講的好像我 推薦抽一個靈命的草神 雖然我這裡沒寫靈命 但我攻略有 就攻略那個影片視頻是有 哇好像是 是摸著黑心一樣 就好像是什麼沒良心的樣子 就好像是在害人一樣 我覺得太誇張了 真的太誇張了 然後我是這樣回啊 靈命草神 就業廣又泛勇 大世界也顧及到 就我剛前面講的 並且像深淵環境少女士 綽綽有一對 這就像你觀眾講的啊 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打的深淵跟他們打的深淵好像 不...不是同一個深淵 然後我這就問啊 難道你會覺得 勸新手抽麻辣寧基尼奇這種手感 插到網上一堆玩家喊後悔 喊在也不幸那些 創作體驗符的UP族 商當化 負拼滿滿的兩位納塔角色還比較好 將正評量性回答 值得抽嘛 給你個表情你自己體會 真的 像是算盡理奇跟瑪拉尼 尤其是瑪拉尼 他那個技術真的是很猛啊 迪金呢 就可以各種黑畫面黑屏 但那個其實都很吃操作 很吃操作 他們很多都是凹了很多場 凹了不知道幾場 那個都很吃操作 超級吃操作 而且我有認識一個課長 他也是滿命的金呢 6加5的 他也跟我講他後悔 他說如果可以的話 他想要把那個金呢 6加5的那個錢全部退款 因為他說金呢 啟動太慢了 對這一點我也是真的認同 就金呢 雖然很強 但他覺得還是強在一些某些環境 你要是在大世界 你試試看金呢 金呢 先跟你刮一個勾手 然後就在那邊攻轉 那個啟動時間這麼慢 對吧 所以說金呢奇跟馬拉尼 你看很多人很後悔嘛 雖然他的素質是真的高 尤其是你抽的高命 比如說什麼惡命的金呢奇 那個一砲的傷害就等於說 都已經比雷神那個惡命一刀還要痛了 那個那個素質 我們當然懂得都懂 但是你要想他的手感 他的實用場合對不對 那我覺得像草神也是有面臨類似的 就是很多人只看數據 但都忽略了一些體驗 尤其是幻想真金巨石的出現 不是又特別需要玩家練更多的角色嗎 那這麼這麼泛用的草神 你抽一隻零命 我真覺得不過分 而且草神他 又不像其他很多五星特別吃專武 草神他不吃法器的 草神他這麼平民的角色 真的抽一個零命 你就解鎖一個草行酒的體系 還有解鎖很多激化 激戰 對不對 哪只是燃燒 這麼泛用 就一隻零命就好 一個零命不過分 結果結果被搞得好像是 講得好像是什麼 你良心 太誇張 太誇張了 好不好 太誇張了 不至於 不至於 理性來講抽一隻零命 真的沒有問題 你很好養 這麼好養的草神 而且他又是大世界採集體驗 他是獨一擋的 我跟你講這個採集體驗 除非後面有出一個類似的功能 有更屌的 要不然這個採集體驗到官服都能用好不好 原神每年 我記得一個高層講的 原神每年都要出17個角色 那如果你有 但你不一定每個角色都會抽 但你至少可能會抽其中幾位 你在抽那幾位的時候 你總會去蒐集他的突破素材 突破素材 你在蒐集的時候 你帶上草神你就知道好不好用 對吧 第一星賽道是真的強 我跟你講第一星賽道還有一個 馬拉尼也很強吧 馬拉尼我有看到那個四斤競速的也是很強 馬拉尼很強 但那個又吃手法 然後給你凹 後面給你凹了好幾個小時 不跟你講 真的 而且很多原神玩家他是手機檔 如果是手機檔的話 那你又要更考驗他們的那個操作體驗 所以說如果 比如說草神經理騎馬拉尼這三個角色 你問我要推薦新手抽哪一個 我一定是說那只有一個金的考量 那肯定還是草神 不管怎樣說草神 換作是我自己玩小號 我也是抽一隻明明的草神 草神他就是這麼的泛用 大世界又舒服 然後草型酒低金造價 然後傷害又高 性價比這麼高的角色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是玩的草型酒 已經拿不太出來就開始覺得 角色出來當藏牌 對 確實 你講這個也是對的 有很多抽了其他更強的角色 然後草型酒自己不拿出來 用就覺得是抽了場館 但他們很多都忽略了 這遊戲每天都有新玩家加入 真的每天都有 而且一堆好不好 對於剛入坑的萌新 他一堆資源都沒有 你到底有什麼理由不推薦他抽草神 影片視頻最後呢 就來跟大家展示一下 就草型酒 也就是娜希達 然後就金人 行秋 這三位 我用這三位 用相對平民的陣容 也就是比如說你看 我拿三星的法器 三星而已 然後面板就這樣 然後 聖遺物 我用草套 暴擊力好像有點高 對比 相當平衡不過也行 然後 零命 零命而已 然後也就點這樣 因為這我小號 沒有什麼在培養 然後是九七人 九七人零命就可以了 他零命就是完全體 因為他主要就是中止觸發器 然後接下來是行秋 行秋的話拿四星的祭禮劍 然後行秋滿命真的沒辦法 老玩家基本上一堆都滿命 反正我就用 以上這個草行秋三人 來打一次神緣上半 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Let's go 嘿 那以上的言論 我還是比較偏向是對萌星講的啦 那如果是兩個神緣都能輕鬆滿心的老玩家而言啦 那還要不要抽一隻地面的草神呢 就大差不差啦 看你的原始儲備量啦 我只能說如果你是站在角色的陣容寬度box上 以及玩法的多樣性來看的話 草神作為目前草體系的核心而言 是有抽取的戰略價值在的 而且你可能會發現 如果你要玩有關草體系的相關隊伍 總是可能會去莫名的尋找草神的身影 畢竟現在草系的五星是真的很少 並且尤其是新生菸 幻想真經巨師是真的需要不少的角色 而草神他能兼顧兩個生菸和大世界的體驗 我只能說 抽了雖然可能不會對你的賬號有上限的提升 但是寬度是會增加的 等到幻想真經巨師輪到現草屬性的時候 屆時你就會相對多一項選擇可以拿出來 並且今後你在採集角色的突破素材師 草神的掃碼功能是真的挺好用的 以及需要破水盾雷盾的場合 草神也是絕佳 從這些角度上來看 抽一隻裡面的草神是不是真的不會虧 總之草神不是必抽只是相對推薦 我只負責分析聽的人根據自己的帳號狀況 以及自己的喜好自行判斷吧 螞蟻的心 蟻蟻的心 但是對她來說 那邊子形成功 很重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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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好 這個形狀是太壞了 痛苦了 雨描的形狀 這就是智慧的變動 我記得了 落散了 每個神攤的桶桶都特別的 設計過 我女神 我女神 出發吧 花車揺了 拿起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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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我終於見到了 我都會在一起 拿起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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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為可 甘いキャンディーが彼女の周りで花火のように弾けた 行くぞ!3、2、1 花車がカラフルな鳥にぶつかると七色の喜びが舞った 実は私からもサプライズがあるのよ 出てきて 大家都看到了 花車が揺らぎ ナヒーダは目を開ける そして言う こんなに素敵なお祭りは初めてだと 全てがまるで夢のようだと いいね